底下這個0928 中間要加一槓 後面的話就要補一個84 84要補三碼 也就是說這邊比較困難的地方 如果曲碼跟末碼假設不足三碼的話 那你就要自己在這個數字前面補0 應該可以知道一下 當然不是叫你土法煉鋼 比如說0911 然後一槓一個簡號 然後084 然後一槓007 如果你是這樣在輸入的話 我看你剛才輸入 會員都是幾萬筆資料的 你每天在那邊Key Key到下半你都Key不完 不是要這樣做 而是說請你想出一個辦法 可以快速的解決這個問題 其中的話 這邊有提示 如果我說我今天有一個規定 請你要用AND符號串接 為什麼會串 因為09 09是一個文字 然後要串接一定AND 然後REPD加LEN 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前面應該補幾個0 那LEN是什麼用途呢 就是算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的意思 LEN 他全名應該叫在詞 就是 算完之後 比如說這個84 假的帶LEN的話得到應該多少 得到應該2 兩個字 可是要讀幾個0 他讀幾個0 應該裡面一定要三個字對不對 所以這個公式就出來 3-2 等於1 那意思就是要補一個0 那誰去補 REPD 這個REPD 實際上應該 我猜 應該是repeater的縮寫 repeater repeater 這個函數主要的用途是 你要重複哪一個字 我要重複0 然後呢 重複幾次的意思 所以喔 假設喔 這邊有個題目 問你 如果呢 我需要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請問 如果要用上面這三個東西 幫我完成底下的公式的話 該怎麼做 OK 好想看看 OK 所以喔 如果待會兒有時間的話 或者是說 回去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不妨試試看 那當然你說老師 那是不是只有這個答案嗎 當然不是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當然有 OK 怎麼做 這就是後面的重點 那至於說 因為這個單元是文字 與資料相關函數 所以我也是希望說 你們回去有時間 也可以稍微了解 插入函數有沒有 有不要放在儲存格上 插入函數就這裡了 所以函數它的位置 基本上就在這裡 那你只需要怎樣 去找一下 其實它函數就是 插入函數 然後上面有類別 如果你選擇全部的話 那從ABS 一直到最下面 這邊有個Retest 那總共多少個 總共250幾個 如果不信的話 你等一下可以算算看 沒有開玩笑 不用算了 因為沒有人這樣特別去算 但是你不需要說 用全部類別 我一般習慣呢 如果假設你希望用哪個 比如文字類的 那我們就挑文字的這個 這個類別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看到 我剛剛提到的LEN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它會 底下會敘述說 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途的 OK 那當然除了說 REPDI LEN 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 那你們可以再看看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函數叫TEST TEFT 其實也可以做到我們要的結果 那只是說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可能就是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當然後面我們會再延伸出去 可能就是會再結合聚齊VBA 那聚齊VBA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每天都要做這件事情 那每天都要打一次層次 如果你假設不想要每天都打層次的話 我是希望說在旁邊可以加按鈕 假設我今天加兩個按鈕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我這些公式輸入完畢 全部都幫我填滿到最下面 自動完成 另外一個按鈕是清除 按下這個按鈕 裡面資料就幫我清空 那如果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要怎麼樣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如果要寫出來的話 我剛剛有講 兩個方法 一個是你用錄製的 OK 也就是Esser幫你寫 它裡面有錄製去寫這個東西 第二個的話就是你可以自己寫 可是要自己怎麼寫 這個也是後面我要提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自己寫個VBA 那應該從哪邊開始 然後加什麼東西 把你應該寫的程式寫在哪裡 讓它可以執行出我要的結果 反正按部就班 反正一步一步 我們就是會有這個範例 所以回去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再找一下這個範例檔案 另外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每一個範例檔案的參考的講義 其實我都把它放在我剛剛那個連結裡面的 雲端白板畫面 也就是答案在這邊都有 包含雲端白板每一個範例檔 其實就有點像雲端的講義 那包含就是說 我剛剛這個答案應該在這裡 就是文字與字要函數的這個單元裡面的文字與字要函數 那它會有個對應的文件 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裡面的話就有包含 我們會需要用到的公式 還有一些什麼聚集VBA的東西都在上面 所以假如你實在是有點空愛上 那你也可以直接到雲端白板上面 把答案都會看一下 如果說我有一些增補的部分 也會直接放在上面 那你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看 那其中我剛剛有提到 IPP這盤書如果不會的話 你可以先練習看看 LEN、MID等等 然後其實這個範例我裡面也會順便帶一個 就是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比如說我想要統計 到底這個會員裡面 哪一些年次的人最多 到底七年級、五年級、六年級生最多 那這個地方當然很快 用樞紐分析表兩下就做出來了 那只是說如果你要做這種 會員年齡的分佈統計分析的話 那要怎麼做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那這個是第一個 就有關我們的下載檔案部分 所以我剛剛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要記得雲端的路徑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會把上課用的範例檔案放這邊 然後雲端白板就是我們每一個 題目的一個解答也放在這裡 再來就是說還有一個可能需要特別注意的 這邊有個所謂的教學論壇 那因為我上課有習慣 因為我怕有的同學會跟太上 所以我上課其實只有錄影下來 應該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注意 下面一閃一閃 其實就是會錄影下來 那如果有些地方等下你不太上 之後我會把那個我錄影的影片 就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 提供我們上這個 只有上這個班的同學才能加進來 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就自行再加入到論壇裡面 那我會把每次上課的影片上傳到YouTube 做成一個清單 然後會貼到那個論壇 它的好處是直接會轉信到Gmail的信項 所以你就自己看到 哦有啊 那比如說今天上完課明天就看到了 那有時候我習慣晚上 我可能就把它轉上去了 那你就收到 有些地方不太知道 比如說可能前面都會了 可能第三段不會 那就把第三段打開 然後把那段暫停看一下 還是不會 repeat一下 然後再暫停 repeat一下 做一下 卡住了 卡住了怎麼辦 沒關係 倒帶看一下 跟你講沒有學不會的 就是怕說你不懂的一些操作 反正細看一下 大概都有答案 因為很多人卡住都卡在一個地方 那那個地方過了 其實就沒有什麼太難的地方 OK 那只是說你要加進來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點 第一個 就是你要加進來之前 請你要登入Google帳號 因為我這個論壇 是利用Google的那個 那個論壇去設定的 所以它那個 全線的控管是用Google的帳號 所以你登入Google帳號之後 然後你就申請成員資格裡面 這邊會跳一個要求加入群組 特別是因為我這個群組是不公開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加進來的話 那還是要讓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讓我知道你是上這個課的學員 然後我也幫你加進來 OK 往來這樣的話 以後你們學習 就應該比較輕鬆了吧 如果你上課實在是 下了班精神不計 常常看到有同學很認真 但是就是眼睛就睜不開 然後一直在點頭 這樣 那太累了 沒辦法 那沒辦法你有些地方沒有聽清楚 回去再花點時間 我是覺得像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小地方 注意到 其實後面應該是蠻簡單的 那不會的話你就不要亂試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都一直亂試 那試一百次還是一樣錯 對的話一次就對了 真的OK 那主要有這些地方 大概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我先 這邊先停一下 那待會我再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 這個上課的一些綱要 然後 所以如果有一位同學還沒錢的話 先幫我聽 那順便稍微了解一下 那個就是雲端的資源 OK 那我這邊先